陈远 你开门呀 陈远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该为你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 陈远 开门 嫂子 你是哥哥送我的新娘子 陈远 你为什么把我送给你 你开门 离我远点 你下脚 别碰我 下脚 陈远 陈远 叫掉 嫂子 陈远变成这样都是你害她 真让你们弄她的感情 叫掉 嫂子 陈远 你做错了 怎么样 嫂子 坏女人 欺负我 你做了什么 还陷害她害得不够惨吗 你打我 你忘了我们的承诺吗 清晓 我们结婚吧 真的吗 嫁给我 我相信 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的 好 陈远 我终于可以嫁给你了 记得又怎样 我还能继续去爱一个 伤我至亲的人吗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打他 打他 放开我 你伤了缘 我要你十倍奉还 听说你告诉我 他决定是为了他弟弟吗 你告诉我 怪你自己 杀害了二少爷的感情 不 我真的和他不认识 我没有 贺总把二少爷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你以后好好对他吧 免得让贺总生气 救救我吧 夫人 你别问 小双 你还疼吗 弟弟 我们之前认识吗 你 我 请你 你是认错人了吧 小双听话 我可以疼你一辈子的 放开 小双 我去找陈远 我不会要你的 小双 小双 你别走 我哥不会要你的 放开我 我哥不会要你的 放开我 是他自己不想去 不是故事 你认真对他 良心也能少求谴得 不好吗 凭什么 我嫁给你不是卖身为奴的 陈远 小 哥哥 姐 不怕 我带你去医院 你也去 二少爷脑部受伤 情况有待观察 语安要什么事 你也别小呼啊 在你眼里 我到底算什么 什么都不是 喂 青巧 我回来了 我想重新追求你 我 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人 纠缠不起 你的爱也太连见了吧 你的爱就高尚吗 把自己的妻子送到傻滴滴的床上 傻滴滴 傻滴滴滴 你干嘛 至今连认个错都不肯吗 我没有认错 我只是爱错了人 还不愧起来 不知道地上凉吗 听不见吗 毒妇 死了才好 妈 你何必要来这里找气手 没性干的东西 跪下给我儿子道歉 妈 我跟月安没有过节 我怎么可能 别叫我妈 你只是嫁过来 责乎月安的嫁 妈 交给我来处理 你先带月安回去 他欠收拾 你舍不得 很好 我不会原谅你今天的行为的 让嫂嫂 让嫂嫂给我客头 给我客头 月安乖 哥这就让你喝 天花飘 天花飘 龙乐 听不到吗 你们让我给一个大活人可 就不怕他折瘦吗 你在死周里 你这是在羞辱我 妈 交给我来处理 你先来月安回家 好 月安我们走 我们走 拜拜 哥哥 拜拜 好女婿 快给爸赚点钱 你凭什么认为我该给你 我女儿是替我还债她嫁给你的 不给钱 马上离婚 你说什么 爸我已经把财六百万都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口口声声说爱我 原来你为的就是我的钱 钱 许朝明也给寇少爷 我为什么不嫁给他 所以你后悔当初了是吗 跟我回家 我没有家了 我现在一无所有 从现在开始 你也有 回去给月安做护工 你 你自己洗吧 小沙 你帮帮我 洗脚掉 你帮我尊重点 很喜欢嗓子 数不清的脚 你别变瞎话骗人了好吗 撒谎长长鼻子 我就要跟嗓子在一起 你放开我 停下了 怎么摔了 他要倒死我 怎么照顾人的 连洗个脚都不会吗 你看不出来谁才是受害者吗 你受害 你辜负于安还找人对他下狠手 这笔账怎么算 我没有那不是我做的 不愿意承认那就继续解释啊 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这日记里面写的都是你的事 陈远 你相信我 我跟你弟弟根本就毫无瓜葛 与安说过 这上面可只是你们的名字 在我们两个结婚之前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还装 你玩够了就一脚把他踹开 却不知道他住院时有多痛苦 我没有伤害过他 我信了 赫臣远 傻子 那都是为你所赐 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才会相信我 把刀给我 让你死了一了百了 岂不是便宜你了 好啊 如你所愿 记住 你的命是我和陈远 贺总 秦小姐已经到机场了 照顾好医院 我去接秦 好 贺总 您的手 没事 他要去哪儿 这 是去接他的白月光吧 吃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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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带鼓了 你要闹几回才够啊 嫂子 你陪我玩这么一场好不好 太晚 不玩 不陪我玩 我就让哥哥收拾你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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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玩 我要躲起来 你要尽快找到我啊 嫂子 快去吧 你要找到我啊 嫂子 丁叔 你有看见过玉安吗 二少爷 嗯 他不在屋里吗 那我再去找找 丁叔 你知道陈远 为什么那么在意玉安吗 二少爷的鬼 就是因为少爷才这样的 怎么回事 他们俩小时候 遭人绑架过 二少爷为了保护贺总 被人犯了 陈远哥 我好想你 嗯 贺总 二少爷失踪了 肃清晓呢 他怎么看的人 夫人也在到处找呢 赶紧派下人去找 是 出 出什么事情了 玉安丢了 开车 我扶你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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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 嗯 哥哥 啊 啊 月 嗯 哥哥 他刚说我是废物 又把我丢进垃圾箱 我没 是他自己玩装冰枪 躲进垃圾箱的 嗯 你明知道玉安是病患 还这么捉弄他 真是黑心 嗯 我好心配他玩游戏 怎么就成黑心了 你觉得欺负玉安 很有趣 是吗 贺臣远 你别逼我恨你 你捉弄玉安的时候 就应该想清楚后果 贺 玉安 你为什么才犯我作诬蔑我 小三好凶 爸爸 哥哥 弟弟别怕 姐姐放你进去 嗯 好 嗯 哥哥 打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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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藏失正常人才有的行为 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怨吗 嗯 嗯 这句话我倒没听到 好好反省 今晚不许进门 你 贺总 这么晚了您还不休息啊 小心在外面 我不放心 夫人不在啊 什么 他去哪了 那个女人把弟弟害成这样 就该说 什么女人 要叫他嫂子 哦 今天是几号 十八号 怎么了 贺总 我知道他去哪了 这两个 别睡了 起来 爸 你回来了 没想到你还会回来看我吗 一个破照片有什么好看的 啊 给贺总员打电话 给我拿钱 又是钱 你真的关心过我吗 你说什么呢 我自己都过不好 拿什么管你啊 冷静干嘛 赶紧打电话 有什么事当面说吧 陈远 你怎么过来了 来接你 省得你被这赌头骗了 陈远 怎么说话呢 啊 我是你爸 你们俩拿钱 养我不是应该的吗 是 我让陈助理给你打了不少钱吧 别得寸进尺 最后一百万 你保证 保证 不会再来骚扰轻笑 啊 不再骚扰了 一百万 陈远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愣着干嘛 走 一百万 你放开我 贺总 明明是和元自己抓紧垃圾桶的 他诬蔑我 还提昨晚的事干什么 我没有骂他 那是他自导自演 古温 自己走回去 停车 贺臣远 你别走 贺总 你正让夫人自己走啊 停车 把车开回去 我陪他走 小姐 你没事吧 常明 你怎么在这儿 我路过 来 上车 贺总 夫人好像不需要您了 走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夫人的父亲 已经被警察抓捕了 聚众赌博 数次敲诈勒索我 把自己女儿当摇钱术 这种 就该吃只劳饭 我回来了 请你别去报我吧 他会改的 晚了 已经被抓进去 为什么 那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让你走回来 没人找个男人送 我们只是碰巧遇到了 你就是因为他伤害余安的 你胡说什么 我们只是朋友 我的妻子 不需要男性朋友 真想 他配不上 你知道够吗 我的家事 还轮不到外人之地 顶说 送客 先生 请吧 成 舍不得 是啊 我就是对他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心里到底藏了多少男人 你既然不爱我 你就别碰我 你是我妻子 我碰你 合理合法 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都做你弟妹看淡了 哥哥 一起玩啊 鱼儿 别闹 哥送你回房 不要 我要跟嫂子一起去 她今天不舒服 改天再让小青陪你玩 不要 不是你说的吗 嫂子跟我生个小宝宝 鱼儿 哥哥陪你玩好不好 好呀好呀 鹤鱼儿 你肯定有问题 我会查清楚的 二少爷 这一期的治疗已经结束了 嗯 知道该跟我哥怎么说了吗 您这辈子就吃啥下去了 很好 黑鱼儿 黑鱼儿为什么要装傻 你 小三 都听醉了 你听到 我现在就要去刀死陈宇 你在骗他 我没有恶意 只杀了你很久 希望得到回药 我只是你嫂子 我不见你什么 你觉得她是信我 还是信你 你要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嫂子 是你先找上我的 你这人 你没事吧 不用你管 我会吓人闹 我又不怕 你在等家人来接你吗 等我哥 那你自己一个人 要注意安全 这人来人往的 别挤到你啊 你看你脸都脏了 给你着纸 咔咔吧 在我看来 你没什么问题 我先走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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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人了 你 你 你 这怎么回事 小夏 小夏要放开我的血 不是 不是我 是她装的 是她自己割的 陈凡 快去医生 就不能信我一次吗 原是傻 不是疯 她怎么可能会自残 你错了 她是疯 不是傻 你 你 你不要出去 嫂子 你没事吧 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是疯狗吗 怎么到处咬人 又不是你跟我说 甜言蜜语的时候 没有那些 甜言蜜 你怎么可能被我骗到贺家来还债 贺臣员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走吧 哥哥 好疼 好 我们回家 好 哥哥 别自作多情了 约翰 你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监狱看我爸 我送你 不用了 这是我的家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难道你看不出来 晴晓要跟我走 我 你敢选她 我让你把有气变无气 你 对不起 昌明 你先过去吧 晴晓 郁昌明 您可以走了 爸 晴晓 你快塞钱把爸放出去 这坐牢的日子 这没法过啊 我看你是毒瘾又犯了吧 赫晴晓 你个没良心的 你什么态度 你们轻点 师弟 要不是陪晴晓来 你没机会对我好 晓晓 你快想办法救爸出去 爸这次肯定痛改前非 时间到了 走吧 行 能不能给我爸捡捡行 帮帮忙 可以 真的吗 谢谢你还在乎我 只要你怀上玉安的孩子 我立马投关系 把你爸放了 晴晓 你不要命了 你一直跟着我 对 我放心不下你 顺便 过来探我苏伯伯 谢谢你 晴晓 你 为什么不和他离婚呢 我不能理 我还有件事情 没调查清楚 还有什么事 值得你留在贺家 陈远的弟弟一直针对我 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好 我尊重你的选择 有什么事 记得给我打电话 谢谢 我们走吧 你发什么疯 跟许长明有说要交差点贴上去 我亲一下我行吗 我们两个的关系没你想的这么卧槽 非得和他做朋友 那你呢 非得把晴晓姐带回家吗 他是 别解释了 你不是想要个孩子吗 我现在就去找你弟弟 玉安已经睡了 别再打扰他 别忘了你白天答应过我的 往是我爸 苏晴晓 嫂嫂 陈远 我独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 把自己给和玉安 你怎么来找我了 我很高兴 你不可能永远装下去 我哥不会知道的 走他我后悔了 我不喜欢玩雨晴步骤 不要 咱俩不许走 还能玩够 早送没洗澡 不赶紧 不管 我就要站在那儿 元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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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睡觉 哥 你也要跟我做吗 你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给任何人 想让我给贺玉安生孩子的人是你 现在发脾气的人也是你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我 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贺诚 就这点东西 你再过来我将报警了 你这衣服是名牌吧 来吧 脱下来吧 陈远 你怎么来了 以后遇到这种事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别傻乎乎的只知道 别提过去了 没有意义 好啊 那我们就说说现在的事情 你弟弟和他主治医生 你能不诋毁预安了吗 那是我亲儿在房门口听到的 他们联合起来骗你 证据呢 我太着急了 没来得及路 这笔债 陈远 你别走 我怕黑 希望你长点教训 别再挑事 陈远 陈远 你开门呀 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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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为了约 我只能再安揣你了 陈远 开门 真好看 这是春季的新两款新品 特意为你设计 你对我真好 陈远 我害怕 没事 还有光 睁开眼睛看 陈远 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 以后不管在哪 我都会向着光源 陪着你 陈远 陈远 做什么白日梦 睡吧 可怜的等命狗 这不是我的手练吗 怎么会在你手上 当然 是陈远哥送给我的 我知道了 你是偷偷去我房间拿的 对不对 你还给我 疯人 你凭什么配得上陈远 你以为 嫁进航门 就是阔太太了吗 快把手练还给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远哥 我来给小子送饭 他就活我 清晓 你为什么要对谁都有这么大敌意 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 没关系 洗洗就好了 丢掉吧 我带你去买新的 走 贺程员 帮我出去 不然我告你非法求见 想得美 好看吗 把黑色那件给他 好看吗 就这事 装起来吧 陈远哥 我现在就想换上 你再去挑挑 这件事给清晓 你给他买的 你怎么对他这么好 明天新品发布会 不能让他丢了赫实的脸 陈远哥 我跟他谁更重要 陈远哥 你说话呀 他是我心中第一重要的人 陈远哥 你说话呀 别提他扫兴 剪条衣服吧 回房间去 是秦燕不要的 你才给我的 别阴阳怪气 好好说话 他不要的东西 我也不稀罕 你是不是想 永远待在地下室 不想 明天四儿落新品发布会 你跟我一起去 好啊 那我是以什么身份去啊 是贺总的夫人 还是你的定席 你在秀谁呢 我只是提前问过 免得到时候 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说错话 才管你一夜 就走动路了 我自己不懂 嘴硬 就不必开口 你放开我 别动 再挣扎一下 想问问贺总 设计这款项链的 灵感来源 原由我的夫人 苏晴晓 看来贺总 很爱自己的妻子 为什么叫 黎明之恋呢 这个嘛 得问问取名的人 贺夫人 您方便说说吧 我什么时候 为他的设计 急 爸 爸 要交学费了 又要钱呢 啊 我是你爹不是学院池里的王吧 啊 你 你 你什么时候能不想学啊你 爸 你跟我上学我会好好给你养老的 要什么钱呢 啊 自个儿挣去 爸 我错了 你别打我 我打你 我打得你轻了吧 住手 哎 别动 我坐我抱起砖子 哪来的小偷崽子 你信不信我连你一块儿打 快走 给我站住 给我站住 因为我跟陈远第一次相遇 是在黎明时分 可惜 这只是表象 陈远哥 你是不是也为我设计了一款想念 走吧 我们去看一下新品展示 苏锦晓 你不配站在这里 刚才 你在众人面前很风光啊 秦也 我没有惹你 请你放尊重点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张苦瓜脸上摆出来的假清高 捡了他的裙子 看你一会儿怎么有脸出去 别碰我裙子 今天只是给你个教训 你陈远哥远点 我和陈远是夫妻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 因为我比你更合适 记住 你嫁过去 只是给御元当牛做马的 走 秦也 你 怎么弄的 谁给你整的 没事 我还好 晴晓 我酒店就在附近 先给我回去 然后再给你买衣服 宋晴晓 身边的野男人还真不少 没整到的 真没意思 跟上去 苏晴晓呢 我不太清楚 没看到夫人 陈远哥 嫂子好像跟人跑了 怎么可能 谁告诉你的 我朋友看到的 他亲口告诉我的 就在隔壁酒店 苏晴晓 你是要跟他救情夫人吗 这家记者 这么精彩的新闻 一定要全往一起分享 好了 你的伤口已经爆炸好了 查明 谢谢你啊 跟我客气什么 虽然这鞋止住了 还是要去医院的 换件衣服 嗯 苏晴晓 你给我出来 苏晴晓 你给我出来 贺真远 你个只会打女的男人 不算什么男人 我是不是 只有他并着 我和常明真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啊 贺夫人出款 这也太经贸了 没想到平时的恩爱 都是秀出来的 果然 好门多爱情就格 明天又有瓜吃了 你们别拍了 记者怎么会来 贺总是 你看我干什么 把他们内存看收了 这件事还没完 回去再收拾你 你干什么 说 他碰你哪了 没有 哪都没有 我们是清白的 你骗我 既然你不相信我 那就算了 从今天开始 没有我的允许 你准踏出家门半步 清晓 那些身上的藏 我没想知道 你心里疼不疼 清晓 你怎么懂爱犯傻 他怎么还没醒 贺总 您的妻子 没伤到要害 是太累了 需要休息 清晓 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等你醒来 你扎我一下 我欠你的 我要不是早知道 自己是生育工具 差点就信了 你是真在意我 我没把你当工具 我不想再听你说话了 嫂嫂 réal bully agreeing 就是 你怎么来了 嫂嫂病了 要照顾 贺总 两典的研发会 快开始了 合作坊都在等您 фин 援 Podcast 赛 晚点来接你 好呀好呀 我不要带在这 不要跟他带在一起 看你样子是没事了 看好冤 快成人 拜拜 走哥哥 只要你愿意爱我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你以为爱是什么 是我对你的招丝目想 别闹了 我受够了 嫂子不乖 那就要承担严重的厚 你要干什么 嫂子 你会儿姐 你要干什么 别哭 告诉哥 出什么事了 哥哥 睡没了 要头回医院 副总 下午的会议关乎着斯尔洛 是否难道接轨国际市场 要头 是 哥哥 于安 哥哥 来帮忙 来 哥哥 你 残废 于安没有腿 谁说的 我们于安不是 嫂子说的 嫂子把我的甲子丢了 她让我滚 怎么可以和你说这种话 嫂子生气了 但于安不能没有嫂子 乖 别怕 哥给你做 嫂子 送于安回去 哥哥 上海于安 还休息得这么下 你可 和尘远你疯了吧 我疯了 是你疯了吧 你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于安 残疾 蠢货 你瞧不上是吗 她说什么你都信 你就不能相信我一句吗 我现在 就是想给你一个认错的机会 那这是她自己丢的 我没有说过 我知道你不会认错 放开 放开 你嫌弃于安 是不是也想坐在轮椅上 哪儿也去不了 清晓 我原本不想伤害你 但是你屡次三番的伤害于安 我真的忍无可忍了 天天远信那个疯子也不信我 你伤害我还伤害得少吗 我该戳我的影痛 弟弟 谁欺负你了 他们不跟我玩 骂我是坏物 是绝对 没事 哥陪你玩 哥 你会管我一辈子吗 你这条腿是为我而丢的 只要哥还在 哥就会管你一辈子 既然你现在容不下我 那就放了我吧 你别想拜托我赫家 结婚后只有丧我 是一种可能 疯子 晓晓 走 把人放下 贺臣远 你太自以为是 晓晓不欠你什么 怎么不欠 他欠赫家这辈子都还不完的情债 贺臣远 李全都让你说了 他占什么 苏晓晓你给我想好了 我您愿选择他 你不会选择你 你没事吧 弟弟 帮帮 约安困了 先回房睡觉 不要 我要陪着哥哥 哥哥不怕 好了 去睡觉吧 拜拜哥哥 拜拜 拜拜小燕姐 还记得你小时候很胆怯 怕这怕那 总要约安陪着 约安很勇敢 要不是没了腿 他 当年解释的应该是我 我太懦弱 没尽到做哥哥的责任 陈远哥 你跟约安做的已经够多的了 太晚了 我让陈帆送你回家 好 见下陈远哥 苏晓晓 很快 你就会成为人人寒胆的 过家饶属 你身体还没好 为什么要接着回去 何晨远不会说我一的 我不希望你牵扯进来 你现在不能回贺家 他肯定会再伤害你的 那不就新闻领初的狗男女吗 还真是啊 贺氏集团的夫人 和那个男小三 光明正大的 真不要脸 说什么呢 多错事都做了 还怕人说 走 我就知道 贺晨远一定会把这件事情 宣扬出去的 这个贺晨远 真不是个东西 晨远 你非得比我跟你断干净 到底是怎么回事 贺总 可能是您不小心弄掉了内存卡 然后被网络介绍捡到了 把造谣的人找出来 逼他山体 或者发帖成青 那个人已经主动联系我们了 他说什么 他说 要五百万分口费 给他 半个小时之内 我要看到成青的新闻 是的 贺总 夫人 您怎么来了 陈远 是你让人发的吗 是我 要不是因为这个消息 你根本不会来准备找我 不 是求我 你诋毁我就算 何必搭上贺氏集团和斯尔洛的声誉啊 夫人 其实这件事跟贺总 哪里轮到你掐嘴 去把我交代的事情办了 是 你把这个消息押准 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 谁给你的自信 让你这么要求我的 这一次 让我求你 这次求我 是为了继续能在华省内卒 还是为了许长明 为了你啊 贺晨远 我不希望别人对你 对贺家说三道四 哑巴了 都有 贺晨远 云乐是会杀死人的 谁让你不乖乖待在家 随便跟别的男人跑 只要你把消息押下去 我什么都答应你 空口无凭 我需要你签一份承诺书 行 你说话算数 用写写 这次 你满意了吧 回去给预安做饭 哥哥 嗯 哈哈哈哈 有了哈哈 嗯 嗯 吃饭哥哥 嗯 手头夹不了菜 嗯 那我们指动烤 让嫂嫂喂你 哎好呀好呀 哈哈 听到了吗 还不过来 嘿嘿 嫂嫂 他不吃了 我知道了 你 亲亲 你去去去啊 贺源 你别太过分了 嗯 哥哥 嗯 别忘了你的承诺 听他的 嘿嘿嘿 这饭不好吃 不吃了 嗯 哥哥乖 哥哥别生气 嗯 居然还是很热 嗯 那哥哥带你去餐馆 好不好 哎 好呀好呀 走 我要吃 我要吃大螃蟹 好 沈云 你曾经也是这么细心的炖了 还愣着干什么 晚上给于安过生日 赶紧把地上收拾了 没想到 你还没被网上的口水淹死 太热闹不嫌 事大有意思吗 陈远哥帮你压下出轨的事 不代表他爱你 第一 我出轨是他们恶意造谣 第二 他帮我是我自己求来的 难怪你还有脸待在贺姐 我不想待 你却进不来 多可笑 你 还不愧去换件衣服 一个伺候人的护工 要穿多好看 你家人小俊 开饭吧 开饭 开饭 于安 马上就有蛋糕吃了 开心吗 吃蛋糕 吃蛋糕 有蛋糕了 来 先吃点肉 妈 你吃你的 我来照顾于安 敢坐着等什么呢 把蛋糕切了 这是姐姐给你买的礼物 喜欢吗 大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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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安 哥给你包了游乐场 等你吃完就带你去玩 哥哥 大好人 大好人 还得有一千万 于安随便花 我要拿钱 买嫂子 于安 别开玩笑 他不值钱 嫂子 你该不会什么都没准备吧 我还没来得及 你长脑子是当摆设的吧 让我帮你买的又记不住了 嗯 于安 给你 嫂子 你还真好意思 吃我们家用我们家的 送个礼都口嗽 开不了的冲 三样 早上准备了 在于安的房间里 准备了就去拿出来 嗯 吃饭 陈远 这不是我 礼物来了 拆开看看 喜不喜欢 你做的什么 没事 没事 妈在这啊 不怕 嫂子 月安 梦想知道 足球运动员 他现在堵没了 这不是本心刺激他吗 不是我做的 我没有 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挑战我们的底线 我说了不是我放的 秦远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赵子 陈远 这屋可是你拿出来的 别想陷害我 朱清醒 你做的太过分了 妈 你来于安 回房间 他现在情绪不稳定 好 给我好好收拾一下 我要天下 不要乖 滚了 不是我做的 凭什么要跪 别说了 我只相信我亲眼看到的 小子 你也觉得委屈 毕竟没有人能取得弟弟 在陈远格西母的位置 陈远哥 我们的医院去吃干嘛 去我爸的餐厅 不用了 你先回去吧 去看看夫人吧 扶她起来 贺总 您很爱夫人 为什么不能好好相处呢 我和她的爱情 在新婚之夜就已经结束了 你走吧 夫人 夫人 您就向贺总道个歉吧 贺总她心软 不会为难你的 我没有做错 为什么要当劲 夫人 你就服个软 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不用管我了 你先走吧 嫂子骨头软 但嘴还挺硬的 礼物是不是你故意放你房间的 还 你这么做就不怕造报应吗 清晓 只要你把真心给我保证 会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不可能爱你的 那你还是 我哥才不会爱你 他是为了我 才骗你结婚的 但是他恋爱的是我们 你确定他心里没有我吗 是我的 嫂子 游戏才刚刚开始 这种把戏 我看多了 你 哥哥 哥哥 想他推我 不是 您可不要命 也不要对渊安好一点吗 何臣渊 我是人 我是谁的玩物 苏青小 你到底要把我逼到什么地步 才肯甘心 陈远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没有 不是没有 是不能 我们离婚了 我 小子不能走 有小子 渊安放心 哥不会让他走的 我现在只想离开你 先不谈你对渊安的伤害 你爸敲战了三百万 先把这笔账还清了再说 我会还吧 小子爸 爸爸 怎么样 心疼深夜疼 自为不好受吧 总有一体 你会知道真相的 一个月之内还不清这笔账 离婚女团 不好意思 你觉得和我撇情关系 还能活得下去吗 没有你的刁难 我可以活得更好 贺总 您怎么有空光临我们这小店呢 我夫人偏要过来体验生活 我不放心 过来看一眼 贺夫人 小的永远无助 请贺夫人见谅 不用跟他客气 脏活累活都交给他一个人 你大老远过来 就是为了给我选上加霜吗 我希望你直男而退 是 赶紧干活吧 赶紧干活吧你 你最好装装样子 让他无事可做 轻松点 这贺总怎么一会儿一个想法 贺总 我查了夫人近期的购物记录 确实没有买什么 我也在想 他怎么知道 约安喜欢那个牌子的足球 也许 是谁告诉夫人的 不可能 这是我和约安的秘密 谁都不知道 会不会 会不会是二少爷 瞎猜什么 抱歉何总 我只是觉得 你应该是跟二少爷谈一谈 以免误会了夫人 约安 要吃好吃的吗 都是我的 约安 记不记得你和哥哥的小秘密 求求 有罪字母 那你有没有透露给别人 嫂子说了 一家人 没有秘密 天安哥 苏青小就是个 处心积虑的女人 你还没有看清吗 是啊 她活该 她根本不哭 我当 我当 母亲亲父嫂子 打死你 对不起 哥不该冤枉你 哥错了 哥哥乖 约安给你抽药 轩哥 我和约安都饿了 我们去吃饭吧 嫂子 嫂子一起 她在餐厅等我们 走吧 干嘛呢 人家指名到去让你服务呢 是认识我的人吗 我也不知道 本来还想挣点小费来着 小费难不挣他 你好 这是给我做 嫂子 这衣服特别适合你 扑素中带着俗气 那可不是吗 你就算掺的再贵 素质也没跟着提高 好了 过来是跟客人耍脾气的吧 我先给你们下点丸子 嫂子 打他 嫂子 嫂子 一会再帮我们开几瓶酒 马上就不通了 拜托 你们要演戏的话就去戏剧院 别打扰我工作 又是宋足球 又是烫水 到底有没有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有什么爱好 算了 反正你这人相信你 约安告诉过你 他喜欢Z字牌的 所以你从来都没有相信不 嫂子 吃冰块 嫂子 我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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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嘴 如果你还想继续在这里工作的话 我来立价了肚子疼吃不了 装可怜也没有用 你把这里都吃完 我就不跟你记住 嫂子 吃冰块 嫂子 张嘴 再吃一个 张嘴 最好是一个 咋子 这流肚子 真的吃不下了 我去给你买药 陈亮哥 小剑 又会装柔弱 住手 你这个第三者 他真是阴魂不散 钱小姐 不也是上改 破坏别人的婚姻吗 你 慢点 先把药吃 还真是贴心 不许记本嫂子 嫂子是我的 你脑子有病 我不跟你计较 你骂谁呢 哥哥 小妍 你先在医院回去 哥哥 乖 嫂子 哥哥 妍不想走 哥哥 你这个哥哥做得有模有样 但是你把情小当作人看过吗 这是我的架势 跟你有什么关系 别动气 别动气 有话好好说呀 他今天的时间我包了 我不同意 你要带他去哪儿 他现在是有羞血 而不是在这儿被你羞辱 马上开除他 陈远 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 我会对你好 他有老公照顾 不需要外人掺和 抱歉 放开我 你就这么着急和我撇清关系吗 我和你结婚不过是一场骗局 现在不过是债务关系吧 谁说的 你想一出是一出 明天去四二楼的门店当销售 你只能在我眼皮子底下做事 穿的真土 看着就暗眼 你在说什么 你这种人哪 一看就是走了后门 不然哪配在这儿工作 大家都是同事 说话别太难听了 你以为谁想跟你沾边啊 那就别跟我沾边 你呀 靠这张脸 才抱上高层大腿 才能来这儿工作的吧 我不想和你吵 别蹬鼻子上脸 你算什么东西 真以为有靠山就能在这儿耍微风 闹什么 顾客都被你们吓跑了 店长 是他先找我麻烦的 夫人 你没事吧 夫人 夫人 贺总夫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工作 你别被他给骗了 闭嘴 你不想干了 骗子 我非打到你说实话为止 你失业了 肯定滚 我的女人 除了我 谁都不能欺负 顾总 我知道错了 我不知道她是 跟妈 拖出去 我不想听到狗叫 贾晴现在做什么 贺晨远 我越来越分不清 你到底是爱我还是恨我 好 好嘞 明天把这块表 放到苏琴小包里 这 她可是贺总夫人 她有件猫狗 需要分三六九等 可是 想保住工作 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贺总 我要的表呢 对不起 贺总 那块表丢了 什么时候的事 你是不是也想滚了 陈远哥 你别生气了 肯定是店员手脚不干净 搜一搜 肯定给搜出来了 是啊 秦小姐 其他人都搜过了 她呢 你们怀疑我 没拿的话 还怕查吗 我不怕 但如果你们找不到 你们所有人都要给我道歉 这 小子眼光不高 品味倒不错 专挑贵的头 这不是我干的 偷了我的表 再拿去还债 是吗 是我欠钱 但我觉得不会干这种 人赃病婚了 你还在狡辩 如果真是我的话 我就不会被你们抓包 嫂子 看来你以前 没事要干这种事 你 把监控调出来 贺总 监控坏了 你们故意的吧 以后让她在外面去发传单 别碰店里的东西 贺总 咱们从来没准备宣传 那就去阴一千份 搬完再回来 啊 贺春远 你觉得看到的 挺老的就一定是 你好 您看一下 又娃娃 又扫着 乖 哥这就打电话 让她回来 嘿嘿 好 嘿 快打快打 呃 赶不接我电话 不会出意外了吧 哥哥不怕 接着点 给咱子打电话 好 让苏清晓马上回来 贺总夫人一直没在店里 什么 清晓 千万别躲着我 嗯 哥哥 等等我 嗯 哥哥 嗯 嗯 放手 嗯 你放开我 放出去 别碰我 方氏集团的大少爷 你今天的贵客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碰我的话 真远不会放过你的 早就听说个 贺总夫人的大名 你不过是个 受人白眼的破血 我不是 啊 不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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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总要是真在乎你的话 哈哈哈哈 清晓啊 是你在里面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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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哎呀 哎呀 啊 啊 别打了 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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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陈月 你的手 你来赚这种脏钱 就是为了躲住啊 我是背 想赚钱是吧 你把这儿的酒喝完 你爸欠我的那三百万 就算结清了 你确定要让我喝酒 贺臣远 你真混蛋 嫂子 三百六十毫 你为什么非要来这里 继承远哥呢 小妍 你先出去 你知道我酒精过敏 我不能喝酒 再 一滴都别给我剩 好 记住你的承诺 如果三百万比命重要 那我就成全你 多谢贺总 够了 我还没喝完呢 你怎么就打破 我是怕你喝废了 好热真的 好热 自作自受 怪的了 谁 你别走 这次是你主动的 是我主动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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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我 你因为我不想光明正大的爱你 哥 你怎么被他 跪下给我戴上 昨晚的事我就不计较了 是你先动的手 别耽误我别做 你什么态度啊 我看起来 很好欺负我 脱臼啊 臭婊子 我砸了你的电 你这算碰瓷 我这顶多算正当防卫啊 没十万的医药费 我告你恶意伤人 反正都要赔 不如直接给你换个奖职 贺臣远 跟我夫人道歉 行的美 明明你们不和 小废话 行 我道歉 贺夫人 我错了 相思不敢了 我不和你计较 以后别找我妈 滚 秦小姐 这贺臣远是魔鬼吗 药搞砸了是吗 这种人我是不敢惹 这种倒霉事 你爱找谁找谁去 真没愿 臣远哥 看来 我哥让你找国外的专家 想送我出国治疗 是 二少爷 我担心会瞒不下去 你先走吧 这点小事 我还应付得了 还能下班 你这么早待我走 让同事们怎么想 我保护你还不乐意 小三 笑笑 原来的正好 哥哥正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听着 哥给你找了最好的医生 送你出国好不好 嗯 嗯 好不好 不好 哥哥嫌弃我 嫌弃我是个累赘 啊 你听话 出去治疗才能尽快恢复 我不要 我不去 大坏蛋 我不去 好好好 我们不出国了 哥哥最好了 哥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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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陈远哥 我又不行了 嗯你在哪 我马上过去 你要去干嘛 小燕出了车祸 我去趟医院 拜拜哥哥 你就这么在乎他吗 既然你不是真心把死情 送给你 那我就自己动手 我要先去店里 你哪儿也去 你干嘛 你要干什么 客运 别紧张 一点麻药而已 不能动了吧 嗯 终于老实了 今天开始 小燕 怎么会无缘无故出车祸 我 我眼睛不舒服 撞到了栏杆上 我记得 你好像从不自己开车 哦 我 我给司机放假了 医生 他情况怎么样 视网膜受挫 陈远哥 我不会一辈子都看不见了吧 不会的 你别多想 贺总 你快回来救救夫人吧 修小怎么了 陈远哥 我需要你的照顾 你好好休息 我会给你爸爸打电话的 陈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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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头疼 你跟我哥说什么呢 尔少爷 我 我什么都没说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还将你先撞 尔少爷 你放过夫人吧 你想跟他在一起 跟我对着干 行 尔少 老东西 崴了我的计划 你找死你 约安 别偷动 你再说 我最后一个人叫你过 尔少爷 别杀我 别杀我 尔少爷 我报仇 你的事 我绝不会说出去 我只知道 死人才会保持沉默 陈远 你别伤害金叔 我们什么都听你的 放过我吧 老大 你错了 要杀他的人 不是我 是你 你 你要干什么 怎么样 够刺激吗 啊 疯子 太可怕了 你根本不是人 我人多无聊啊 不是当个畜生才更有趣吗 疯子 你此以外此都不够 你还是先想想 你杀害了丁叔 该怎么和我哥解释吧 你休想把这件事情 架放到我身上 我很期待我哥回来 看到这件事 会是什么反的 小丧 好期要开始了 和约安 你起来 和约安 你起来 和约安 和约安 你起来 丁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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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叔你醒醒 丁叔 约安 约安 陈远你听我说 是和约安干的 约安都这样 他能杀害丁叔 这就是他想让你看到的 我已经你处理以外 我一路闯红凳回来 没想到你又给了我惊喜 是丁叔 是丁叔发现和约安 他要害我 所以才 你知不知道 丁叔是我多重要的亲眼 我知道 所以我不肯定杀他 丁叔是这个家里 对我最好的人吗 丁叔在电话里 是让我救情绪 这件事到底是谁做的 哥哥 杀人了 约安别跑 哥哥在 小宋 小宋在这炸我 这炸我 可约安 你真是个冷血动物 杀人了 我也很想亲你 我也很想亲你一回 可你根本解释不清 就是因为他柔弱的 叫你一声嗦嗦 你就这么信他吗 我很好奇 你的心事有多带多 挖出来看看 你以为我不敢吗 这样死的太便宜你了 我们离婚吧 为了跟我离婚 你不惜闹出人命 是吗 说什么还有用吗 你根本不知道 一厢情愿有多痛楚 莫来 哥 哥 你杀人了 医生 请等一下 贺夫人有什么事吗 贺玉安明明不傻 你为什么要替她隐瞒 夫人说的什么话 抱歉我赶时间 你不能走 只有揭穿贺玉安 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夫人你想多了 她只是我的一个病人 你身为医生 怎么能昧着良心撒火 你晚上能睡得安心吗 夫人你别再纠缠了 清晓 能不能别闹了 是他们传统一切来骗你的 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不知道文件可以造假的吗 辛苦了 下一期的治疗方案 记得提前发我 应该的 贺总再见 他不能走 他还没有说清楚 我看你是恶得 神志不清了 我很清醒 若想相安无事 就别再动伤害玉安的念头 就算不是贺玉安无目 你的心里不还是有情言吗 其实你可以大胆高估 你在我心里的位置 别跟我演戏 哪里不舒服 我想去他医院 我送你去 不用 希望你一直这么冷卧下去 别再给我希望了 医生 我最近总想吐 是不是生病了 休息醒 姑娘 你怀孕了 真的吗 不过 你身体太差 我给你开点药 你回去好好调养调养 谢谢医生 陈远 我暂时不能告诉你 怀孕的事 我怕这个小说明 会受到伤害 他竟然怀了 陈远哥的孩子 绝不能留下这个孽主 陈远哥 你还有心思工作呢 嫂子都怀孕了 真的 我怎么舍得骗你 不信 你自己问他 苏青小 你去医院检查 查出什么了 没什么 气血虚 你就没有什么 要跟我说的吗 你什么意思 明明怀孕 为什么要瞒我 陈远哥 因为孩子不是你的 他当然不敢说 吉言 就你长嘴了 嫂子 突然这么凶干嘛 难道怕我说碰你的丑事 告诉我 孩子到底是谁的 是 按照时间推算 就是KTV那晚的事吧 嫂子 都不是 我跟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天晚上 他们碰你了没有 没有 无缘无故 陈远哥 这样觉得摆在这儿呢 还听他狡辩什么 苏青小 你必须打掉这个孩子 我不 在我面前维护别人的种 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啊 我不可能打掉这个孩子的 想让我成为养别人孩子的冤种 是吗 嫂子 我已经帮你约他们过来了 到底是谁的 马上就知道了 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 我不会去见的 走 放开我 一会儿进去 知道该怎么说吧 当然 秦小姐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啊 好 贺总 您的夫人怀了我的孩子 谁让你这么说的 你撒谎 贺总 还请您成全我们 你以为 凭个孩子就能抢走我的女人 贺总 我求求你 您就放过我们方家的孩子吧 你听好了 我一定会打掉他肚子里的孩子 怎么 不服气啊 贺总 这孩子是无辜的 方尚 演的倒是挺像的 长明 郝真远 那天晚上我及时出现 拦住了这个一个 真搞笑 难道他做那种事 还要你在旁边看着呢 就是 你来之前我早就玩过他了 你最好把这件事给我烂在肚子里 贺总 你想让我闭嘴 你不得表示表示 你是想要钱 还是想要方家破产 回去好好想想 贺总 他的话不可惜 薛长明 你管得也太宽了 难道那晚你也和苏星小偷换了 这么看来 这孩子是谁的 还真不服输 秦妍 你别在这颠倒是非 你要不是女人 我现在就把你打到跪道地上 给情小道歉 那你碰过他没有啊 贺尘远 你要是了解情小 你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贺尘远 你要是有什么 我就碰碰我仨吧 好啊 正好陈帆买了打开药 不行 这孩子不能打 看着你生下别人的孩子 我才更痛心 那如果是你的呢 我的 陈远哥 他在给野种乱人爹 你千万别信任他 你就这么相信他 你要亲手伤到自己的孩子吗 秦晓 跟我走吧 还不走 你呀 连备胎都算不上 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别怪我狠心 是我喂你 自己吃 我不吃 别逼我动手 和陈远 你难道不记得内望我们 你 嗯 嗯 嗯 打他不听话 该打 嘿嘿 嗯 嗯 救救我们的孩子 嗯 留掉的正好 正好能让你和野种的生父断干净 嗯 嗯 嗯 送我去 拜拜哥哥 嗯 嗯 嗯 他好歹是你的侄子你救救他 挺想啊 我该说你是天真呢 嗯 还是傻呀 嗯 原来他好歹是一条人命啊 我眼里容不下你和别人的孩子 就算是我哥 也不行 原 我 我不会把你装傻的事情说出去的 你救救他 嗯 哎 你是在威胁我呀 我没有 没有 嫂子 别怕 啊 很快 就会有我们的孩子了 不要 不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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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奈 你别走 玉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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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黯 川远哥 嫂子这么不检点 你什么时候跟他离婚啊 小妍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柯总 这是您要的 KT杯对签课录像 三分钟根本不可能发生那种事 是我错怪清晓了 或许是在别的地方呢 难道我真的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陈阳哥 孩子肯定不是你的 帮我连协下帮少 我要见他 是 内娃 你到底有没有和苏清晓发生关系 当然有 叔叔 我上 其实那晚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是秦小姐指示的 你 你胡说什么 我跟你可不熟 何总 就是他 跟我可没什么关系啊 小妍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陈阳哥 是方少胡说 他想让我背骨 你间接害死了我的孩子 陈阳哥 这都是方少一手策划的 跟我没有关系 别说了 这件事会追查到底 妈妈对不起 你在做什么 你走开 你这个杀人凶手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你以为孩子会原谅你吗 他可不会认你的 是我太冲动 太在意你了 所以 何承远 你不要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 我一个字都不会信的 我会保护好你的 保护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每一次说保护 哪一次不是你伤我伤的最深 孩子的事 我会想办法补偿你 你拿什么补偿物 嫂子 你别再骗陈阳哥了 你来干什么 陈阳哥 我没有陷害嫂子 有话直说 方少都被你吓糊涂了 他分明咬了肃精小 看清楚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张图片是披的 但不是我 嫂子 我可没有你想的那么闲 伤心成这样 差点被你假摩假扬给骗了 你变脸变得可真快啊 没有你心变得快 好啊 那你就送我走 我现在就去陪孩子 我偏要你活着 放开我 你去哪 陈阳哥 你别管他了 闭嘴 父母 我来陪你了 青小 你别冲动 陈阳 你别过了 我现在开始恨你 你让我解脱吧 青小 听话 你先过来 把手给我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 我就跳下去 好 我不动 一直以来 我都以为你是爱我 结果 你每次都在伤害我 你爸才刚出约 你想让他无依无靠吗 你把我当提款机 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付了 那我呢 算了 我爱你爱得太累了 请醒 陈阳 你醒醒 陈阳你醒醒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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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命的救我是因为爱我吗 你快醒醒 陈阳 那个小贱 差点害死我儿子 妈 这只是个意外 小妍都告诉我了 你为了那个留掉的野种 小陈阳的命 可是您的孙子不是什么野种 你肚子里出来的东西 也配污了我贺家的名 嫂子 别装无辜了吧 认个错没什么难的吧 秦妍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你要跟我过不去 是你看我不顺眼 总为难我 你会嫌疑签了 滚出贺家 我是不会签的 我要陪着陈阳 等他平安醒来 我什么都答应你 妈 我儿子不需要你召开 赶紧签了 不 我不会签的 我要陪着他 那可由不得你 你放开 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 现在你跟陈阳哥没关系 你不客家 离我儿子远点 我哥又没死 你哭什么呀 你装什么好人 你也算半个杀我孩子的凶手 放心 孩子他爸会下去照顾他的 你什么意思 我体谅你没法进病房 替你去看望我哥 你要干什么 你让我进去看看我先生 董事长交代了 顾着你进贺总病房 我是他妻子 你们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进 我们也没办法 毕竟这医院 是赫家出自建的 求你了 我就进去看他一眼 那好吧 我只给你五分钟 谢谢 哥 我来看你了 清晓是唯一不歧视我的人 他必须是我的 赫远 你住手 哥哥 哥哥 起床 医生 医生 哥哥 起床 还好发现得及时 个子没什么大 医生真棒 医生都走了还装什么装 你自己的新哥哥都还 你还是不是人 都是因为你 我现在不想跟你吵 陈远需要好好休息 陈远你醒了 哥哥 哥哥醒了 哥哥醒醒 要起来 你是不知道你细心呵护的人 想要你命啊 别担心 哥没事 刚刚 嫂子第一时间想着跟你离婚 妈不能摆脱你呢 你想干什么 都是他们逼我的 除非我死了 否则你不可能如愿 陈远 让我留下来照顾你吧 出去 你是谁 我爸为贺贺当牛做马 你以为一百万就能打烦我吗 你是丁叔的儿子 我要带你去我爸面前 一死先罪 你爸今天这种状况不是我造成的 是贺玉安 要不是二爷告诉我 我能找到你吗 是他告诉你的 废话真多 贺总 出事了 怎么了 昨晚夫人跟傲少爷都被绑架了 谁干的 是丁叔的儿子 丁永宇 这个人没什么道德 他要多少钱 他好像不是冲着心来的 他专门冲着人来的 手机定位 赶紧找人 好 你故意的 谁让你都管闲事 阻挡我哥下王权呢 丁永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忍心 他哪里好了 都不舍得把你让给我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真替丁永感到不值 我是为了救我亲爱的嫂嫂才被绑的 她应该庆幸有我这个好弟弟 这一切明明都是你策划的 你就别在这儿装伤害者了 二爷 要打吗 我哥还没来 你急什么呀 欣二爷 给我报仇的机会 颠倒黑白 明明是他杀的你爸 臭男们儿 先不及我现在都弄死你 给了你二百万 动手的时候注意点分寸 知道了 二爷 那我就先剁掉他一个手指 哥哥 救我呀 哥哥 爸爸 月安 哥在 他不敢动你 是吗 冲你一个病号 你有那个能力吗 丁永 你赶快来 活腻了吗 先别激动 别过来啊 不然的我 我耍一声 你到底想怎样 有什么冲我来 贺总 你老婆杀了我爸爸 你以为给点钱 就能打扮我吗 丁永 你先把他放下 陈远 这一切都是贺玉安的计划 他不会有危险的 苏情小 你为了绑命 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我 要不这样 你这个傻子弟弟 而你这个女人 你喜欢一个吧 哥哥 陈远 选哪 我选 我选 放了我弟弟 好 月安 贺总 我的亲爱的贺总 只要你选了你的傻弟弟 那他的命 我就拿走了 起手 哥哥 爸爸 我 订阅你 你见 别杀我 好奇了吗 你不是不愿意救我吗 你想死 但我没工夫埋 贺尘元 你的嘴只是用来对我恶言相向的吗 这样可以 怎么了 长远哥 有份合作文件 要你签字过来签字 知道了 换身衣服 跟我一起去 你要带我去哪儿 跟我走 免得你找机会的玉安下手 陈远哥 你带他来干什么呀 随便给他安排个工作 他会干什么 给保佳阿姨放假 让他去做保洁 贺辰远 我没有义务做这些 走吧 嫂子 公司那么大 抓紧打死 清晓 随时都能看到你 我才放心 等我干嘛 你只配做下等货 你别来打扰我工作 喂 方少 之前我跟你说的东西 可以来拿了 坐紧一下 这一 怎么是你呀 之前被你害死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找你算账 那都是你自作自受 你放开我 说实话 你长得很对我胃口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动手动脚 我就喊人了 叫你来不是来闹事的 东西呢 优盘和设计文稿都在文件袋里 秦妍 你疯了 你怎么能把东西给他 还不明显吗 当然是为了陷害你 你 把东西给我 这是陈月的东西 给我 你松开 你松开 现在我连证据都有了 秦妍 你赶紧把照片删了 你赶紧把照片删了 凭什么 我早就警告过你 不要和我争 是你不懂事 不是你的东西 你抢完也没有用 你是在跟我炫一样 陈远哥有多爱你吗 真是可笑 陈远是怎么对我的 你难道看不见吗 我现在就要去找陈远 你别着急啊 等到事情败露了 陈远哥自己回来这儿 你 放我出去 秦妍 你开门 放我出去 陈凡 网上怎么会有 东西新品的设计权 贺总 我 我也不清楚啊 到底是谁泄露了公司机密 大家都在说刺耳罗抄袭 这批食品不能如期上心的话 集团恐怕有亏损 把公司所有人都叫来 我亲自盘问 不用了 我知道是谁 谁 苏清晓 别闹了 小颜 她才来公司没几天 我认真的 她没理由 也没必要这么做 嫂子既和你 害死了何方少的儿子 苏清晓 你这是在报复我吗 到处都没见到人 这会儿应该和方少跑了吧 苏清晓 陈远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千万别被请 我正要找你算账 我亲眼看到是秦妍找到方少 你当我耍吗 我们秦家也是四尔洛的合作方 秦妍 我真佩服你 撒谎的时候脸不红心不跳 勾搭上方少 你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没有 没有 那腰盘怎么会在你身上 是你考给方少的办 陈远 你会相信我的对吗 我 想要报复我 可以明智来 你这么做 知道给公司带来多大损失吗 我不知道 真的不是我 回去想好了再跟我解释 贺总 舆论已经压下来了 让设计部尽快出新的设计权 是 风家那边 打了很多电话过来 那种商界的小喽啰 不用管 是 你还赶到公司了 起开 贺总 陈帆 这是放了什么东西进来脏了我的眼 贺总 贺总 求求你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你给方家一条生路吧 贺总 我给过你很多机会 可你就是不珍惜 不是 贺总 我真是脑子一热 是是是 是亲眼蛊惑我的 你说谁 亲眼 我 我有证据的 方少 你在胡说什么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是不会做对公司不利的事情 你别听他乱讲 我有录音 优盘和设计文稿都在文件袋里 亲眼 你疯了 你怎么能把东西给他 还不明显吗 当然是为了陷害 这些事都是你做的 陈阳哥 我 我真是看不惯你对苏健相好 孩子的事 也是你无限倾效的 我 我错了 叔啊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 孩子是我的 我错了 亲眼 我从没见过你这么歹徒的人 陈阳哥 我只是太爱你 才想嫁给你 你爱我 所以你就想方设法 杀死我的孩子 无限情小吗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以后我再也不会嫌害苏健相了 没有以后了 现在就给我滚 陈阳哥 滚 你也给我滚 请想呢 谁给他开的门 我也不知道 刚刚还在呢 他能去哪呢 今天是夫人父亲出狱的日子 走 爸 知道老子在里面怎么过的吗 爸 这些年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 你还敢闭嘴 早知道你这样 我就不该出来接你 站住 你得跟我走 你要做什么 要不是贺臣远保我 我也没那么快出来 看来 他很在乎你 你说什么 他希望你我早点团圆 我当爸的 怎么能辜负女性一片孝心呢 爸 我可是你亲生的 你就这么对我吗 等我敲诈到贺臣远的钱 你就没用了 你放心吧 贺臣远恨你 你不会得逞的 他根本就不会管我 当局准备旁观者清 我觉得吧 他倾家荡产都会救你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走吧 乖女儿 别人的父亲都是温暖的依靠 而你却是压宽我的大山 矫情什么 这是你的命 我不认 等老子入土了 你再逆天去改吧 你这么做 陈远会生气 再把你送进警局的 只要你在我手上 我不敢 谁说我不敢 陈远 你快回去别听他的 给老子闭嘴 别断老子财路 别动 走我让你吃一辈子老饭 再这样说话 信不信我弄死他 你要多少 一千万 另加一栋豪华别墅 老东西 你胃口那么大 也不怕撑死 贺总又不是给不起 你一个小助理慌什么 马上打捆到他战户 是 爸 你这么贪得 无言会再报应的 你嫁了个好老公 过好日子 我要点钱怎么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生活得有多难 这个是市中心 独栋别墅的钥匙 现在可以放人了吧 行 陈范 别让他跑了 你以为贺总钱那么好赚 清晓 你没事吧 陈远 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我替我爸给你道歉 又不是你的错 你为什么要道歉 你该为你这些年做的事 向情小道歉 贺 陈远 我也是你爸 你不怕遭雷匹 你 陈远 你别这样 他好歹也是我爸 这件事 就算了吧 准备好刚才的录音和转账记录 送他去牢里重新改造 女儿 爸知道错了 你给他求求请 我 我不想再进去了 陈远 你再给我爸一次机会吧 他会改的 你真能原谅他 他好歹也是我的亲 我可以不告他 但我不会放过他 你要干什么 把他先关进地下室 被街堵再放 和陈远 你 你不能好死 秦燕藏得太好了 是我错怪你了 你都知道了 对不起 跟我回家吧 清晓 这一次 我不会再推开你了 包括你弟弟吗 嫂嫂 嫂嫂我来了 嫂嫂 月安 别碰她 她伤害没好 我不管 让嫂嫂陪我玩 月安 听话 我不管 我就要嫂嫂陪我玩 陈凡 是 雞丹二水也吃药 我不管 我不管 你不要碰我 谁呀 是不是 跟我玩 你是贺辰远的 表弟 我才不傻 我可聪明了 那 你带叔叔出去 好不好 叔叔 能不能 给我玩个游戏 你想玩什么呀 那就玩 看不见死 进门之前我就跟你说了 都怪你不听 你不是 让你虐得清晓 吐死 吐死 吐死你 爸 吃饭了 爸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爸 爸 你醒醒了 清晓 你怎么了 何臣缘 你白天说的话都是骗我的 清晓 我真的不知道你爸是 我如果真的要杀他 直接把他关进监狱 岂不是更简单 你口口声声说帮他戒毒 实际上连一天活命都没有给他留 清晓 你别激动啊 那你告诉我 这上面的字是怎么回事 清晓 真的不是我 叔叔是自杀 自杀 你觉得我爸这么一个爱财如命的人会自杀吗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会还我一个清白的 够了 你就是杀人凶手 你没有证据 你不能这么就把我定罪 贺尘缘 我累了 这一切我会交给相关部门调查 我们离婚吧 喂 长明 帮我找最好的辩护律师 我要跟贺尘缘离婚 清晓 会弄情真相给你一个交代的 不用了 我们法庭上见 我不同意 爸 清晓 别太难过 反正你爸又不是什么好人 别装了 我不想看见你 我是认真的 你向我从地上扶起时 我就爱上你了 你是那个残疾人 那天我本打算自杀 但你出现 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 我那个只是军手之劳 不是有意要救我 所以我选择死缠岸打了 我不可能会爱你的 不着急 感情可以慢慢培养 这辈子也不可能 清晓 爸 不要说太白 你 我们走 贺总 律师那边已经向您发送了很多离婚诉讼了 拒绝受礼 是 可是 夫人说 要发到您接受为止 给律师双倍的钱 让律所不能接他的案子 是 还有件事贺总 说 夫人父亲出生那天 我看到二少爷也去了地下室 你没开玩笑 没开玩笑 我怎么会骗你呢 宇安怎么会去呢 他不可能杀人的 也许夫人说得对 二少爷是装的 帮我联系杜医生 是 你既然不想跟我打官司 那就简单点 签字吧 有了秀爱坐靠山 就这么着急离开贺家 贺陈远 说话别太难听 这是我的地方 徐昌明 你是自己走 还是我叫人请你出去 你签完字 我和昌明自然会的 常明 叫得可真亲热 贺陈远 你别让我厌恶你 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贺陈远 晴晓现在已经不需要你 我会好好照顾他 照顾 你是什么身份 你放手 我已经不爱你了 那这是什么 还给你 晴晓 你不是想好好过日子吗 我答应你 我们 你不签字的话 我会搬出去住 你 留下来 你觉得我会和杀父凶手生活在一起吗 我不会放你走的 贺陈远 你越这样 我越讨厌你 无论你去到哪里 你都是我的合法妻子 我都会把你抓回来 我不是个害人精吗 我离开这个家 你不开心吗 只要你不走 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 我只想离开这个家 小子不走 小子不走 放开 你要赶走 我就对我哥下手 那是你们贺家的事情 和我没有关系 是吗 希望你听到贺氏集团总在死血 是不要太震恨 别 我不走了 小子真乖 陆清晓 你对于安到底是什么情况 于安的情况是不是有所好转 没有 他最近的情况不太对劲 贺总你想多了 一个吃傻的人 难免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是吗 贺总要是不信我 你可以试探二少爷 怎么试 这个瓶子上写的是毒药 但骑士里面装的是呕吐的药物 我知道了 你走吧 二少爷 二少爷 月安 为了清晓 我必须这么做 哥哥 你在干嘛呀 哥 给我吃一个 好 都是你的 哥真好 别吃 快读出来 我 咱不甜 对不起 是哥不对 不该听进别人的三言两句 太远 你给弟弟吃了什么 妈 您怎么来了 我不来 哪知道你是这么当哥哥的 妈 不许当哥哥 妈 是愚言勿实了 我下次会看好他的 陈远哥 秦远 这里不欢迎你 今天过节 是我让小元来的 妈 你知道他做了多少坏事吗 陈远哥 我知道错了 嘴上怎么说 谁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没骗你 嫂子没亲人了 有我这个妹妹说说心里话 不好吗 人哪有不犯错的 陈远 你就别为了外人 跟小元甩脸子了 外人 妈 您只有请小一个而写 阿姨 我想明白了 我祝福陈远哥跟嫂子 你最好说到做到 谢谢陈远哥 我这就把礼物给嫂子 我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来 嫂子 我可是诚心来向你道歉的 我不接受 请你出去 这可是好几万的裙子 不像你身上的地摊货 我还不够有诚意 我不稀罕 你看到那个衣柜了吗 都是陈远给我买的衣服 我只是懒得穿而已 等于什么 等你被扫地出门 将衣无所影 陈远是不会赶我走的 我已经很给你脸了 也不识好歹 吃啊吃啊 十多简单步 我赢了 我没胃口 摆什么脸色 吓人的命 主子的脾气 妈 少说两句 嫂子 我看你最近都瘦了 你还是 多吃点吧 少假惺惺的 你不用吃了 滚回房去 没事没事 我妈一直都是这脾气 不用在意 你这个家 我没法呆了 阿姨 喝酒 喝酒 好 只准喝一点啊 好 月安 你怎么在这里 小妍姐 你很想得到我哥呀 你没啥 我可以帮你 你竟然能慢这么久 真不知道是该夸你 还是 现在在说你的事 你能帮我自然是好 我在我哥 喝的酒里下了药 你知道什么意思 好弟弟 事成之后 姐姐自然会感谢你 嗯 休想 是你吗 陈伦哥 是我 怎么是你 怎么是你 陈伦哥 你怎么吃了药 力气还这么大 我当初就不开心你 我只想得到你 有什么做 陈伦 快过来 陈伦 陈伦哥 今晚 我不希望任何人打扰我 亲爱 你再过来一步 我就 陈伦哥 陈伦哥 洛总 秦小姐 太卑鄙了 怎么来得这么快 我好运 陈伦哥 夫人 您怎么在这儿 我路过 秦小 你别误会 我都已经看清楚 不用再解释了 秦小 陈伦 陈伦可以作证 对对 都是秦小姐干的 你这个狗东西 你敢诬蔑我 都被抓现行的 还不承认是你干的 什么意思 我本来留在这儿 就是为了照顾于儿子 秦小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不用解释了 和我们没有关系 秦小 你怎么变成这样 陈伦哥 你竟然敢打我 都是你自找的 跟你下药的人 根本不是我 你不应该对我发脾气 不是你 还能是谁 是你弟弟 贺于安 你再敢胡说 别怪我不念旧情 弄垮亲家 他根本不是傻子 聪明者呢 我不怕当面对质 月安 杜医生 马上出一番证明 我已经好转的检查报告 送到家里来 哥哥 小子 酒 哥哥 喝酒 月安 你是不是在酒里放了别的东西 生气 哥哥不喝 贺于安 你跟我说话不是挺正常的吗 别装了 坏女人 闭嘴 闭嘴 告诉哥 你到底有没有好 药是谁下的 姐姐下药 月安不能说 贺于安 你还不说实话 我早就说了 他从外都没什么 看来 给不了哥惊喜了 宇安 宇安 你真的好了 我好了哥 那为什么没告诉我 你跟嫂子闹离婚 怕你心情不好 酒里的钥匙谁下的 小颜姐放了 我看到了 你就敢变 还不说实话 小颜姐 我知道你爱我哥 但你也不能把我当枪使 你还装傻充呢 你干 为什么没第一时间恶诉我 因为他们合谋 一直不讲 没让人说话 这二少爷说 要清楚告诉你 哥 你不希望我好吗 你们好起来 我真的很开心 可承远 还真是他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没想到这个时候 你竟然和我一个战性 我只是说了实话 不是为了你 杜医生 你没隐瞒什么吧 我从营十几年 且贺总相信我 你根本就不配为依 承远哥 这次真的不是我 趁人之威也算错 我 陈凡 断绝与秦家的所有关系 带出去 承远哥 我爸妈不会饶了我的 贺远 你不得好死 哥 我虽然好了 但是 他对我的伤害 仍要弥补 我就不应该多管闲事救了你 你们怎么认识的 三年前他摔倒在路上 我好心 哥 我的头又开始疼了 哥 贺远 你能不能说实话 够了 远安才刚好 你别刺激他 哥 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好 你说什么 哥都答应你 能不能 把情小让给我 哥 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 好 贺远远 那不是你拿来 可以随意送人的物品 京阳 你跟了我 仍然是贺家太太 你放开我 你别装了 你当年出世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哥 哥 你是要逼死他才甘心吗 我就不敢心软 为了你留下来 你说什么 为我 现在都不重要 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希望你不要后悔 今天的决定 陈凡 订最好的餐厅 明天被二少爷庆祝 哥 长明 你跟诺医生谈得怎么样 他都承认了 和于安是自己装傻 我把餐厅地址发给你 明天 他不会临时改口吧 放心吧 他如果继续想做医生的话 一定会配合我们 哥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理会 我跟情小 打算尽快登记脸账 我不会嫁给你的 他害死你爸的时候 就没有给你选择的余地 我不理 哥 你反悔啊 哥什么都可以给你 但是他 不行 我就这一个月吗 你都不能满足我吧 于安 对不起 我爱情小 是你吗 上完菜就赶紧滚 别讨计我 你这人 怎么餐历不认人呢 滚 有毛病吗 这人 你认识我爹地 当年他自残 要不是我及时救了 他现在能在这儿跟我哄 瞎说什么呢 你刚才说的 是什么时候的事 三年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他肯定是收了 苏秦晓的钱 瞎说的 我不认识他 这是没良心的东西 别演了 你是不是不想对我负责 还演这么一出戏 啊 于安 你跟哥说实话 你到底有没有傻 贺云安 你别再装 杜医生都已经认你 认什么 认你害人不起来啊 难道只有当面对峙 你才可认吗 杜医生 你是不是被他们威胁了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贺总 二少爷他从来都没有傻 你骗我 你昨天为什么不和我说实话 是二少爷胁迫我的 行动的 你再胡说八道 我弄死你全家 贺总 二少爷说 想要得到苏秦晓 这是最好的办法 叛徒 我不会放过你的 贺总 你一定要保护我呀 你走吧 我保证 不会有人在追求你的 哥 我是被爱情梦昏了头 你别生气 我 月安 你太让我失望了 哥 连你也欺负我 就为了他 你不该骗人 你知道情笑受了多大的委屈吗 那我呢 为了救你 我就跟这残飞的腿一样 遭飞的 这也不是你到处骗人的理由 哥 哥 把情笑让给我好不好 我会觉得好的 哥 不可能 情笑 情笑我错了 情笑我错了 常明 我们走吧 情笑 情笑 哥 你也不是很聪明吗 我们俩都没得到 你满意了 贺总 相关部门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刀上的指纹 确实是二少爷的 真是欲安杀的 不仅是 接下来 怎么办 杀人偿命 认罪扶珠 我会劝欲安自首的 还有夫人的父亲 相关部门说 二少爷的嫌疑也很大 他到底做了多少回事 交给警察处理 是 夫人呢 夫人在许家的酒店 清笑 你又想做什么 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如果你心里还有我哥的话 我劝你乖乖跟我走 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念及兄弟就行 他没了 你怎么办 我问你 清晓呢 你问我 人不是你在走的 贺尘远 你是知道 清晓的心里值用 你要是再敢伤 我一定要知道 你是怎么回事 海装 来 你给我过来 贺尘远 你自己看看 你的好弟弟 把清晓带去哪儿了 一定是贺家别墅 走 喜欢吗 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婚房 你能不能清醒点 我会亲手为你画上灰纱 我说过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这根本就不是婚礼 清晓 是不是把你给打疼了 我做梦都想跟你结婚 我们一起生活在这里 不好吗 不好 我讨厌你 背叛过的人 都要下地狱 我是不是非要把你的推打死了 真美啊 你这个疯子 我这么喜欢 你怎么能骂我 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 不生气 不生气 该办正事 停停 你在哪儿 陈月 我在这儿 陈月 陈月 住手 别动 再过来一步 又杀了他 陈月 然后退 别动 把刀放下 我们还是一家人 别过来 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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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怎么样 哥 你欠我的 丢他我 跟他无关 好 那你就把这条腿赔给我 咱俩就两清了 好 你 把我跟他腿打断 我会考虑让他跟你走的 不要 别动 陈月 陈月 你欠情小的 这辈子也还不完 别作恶了 我不欠他 那辜负我 陈月 你杀了他父亲 还嫁祸于我 你非要逼我对付你吗 我告诉你 伤害他 都得死 你混蛋 接着打呀 月 你别得寸进去 哎呀 你料着干什么呢 我跟腿还没打断 接着打呀 陈月 你被太过分了 听到了吗 接着打 这么批命啊 哥 我都开始心疼了 你们快走 他好像疯了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他全都我 老秦 我一定会带你走出去的 怎么 我 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疯了 你还不愿意嫁给我 你放开我 你帮我解罚 你要为你做过的事情 付出代价 好啊 我得不到你 谁都不 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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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醒了 不可能 陈小 医生都已经说了 他没有希望了 就当我求你 不要再折磨他了 我不信 他会好的 出去 和陈远 我也希望他能好起来 但是 滚 别害怕 我会带你去国外治疗 给你找全世界最好的衣裳 到时候 我只听你一个人的 好吗 你 哪 您 怎么 本事 撓 有 症 衡 你 女